创意比才近在运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假情投資 大萬數三天跌掉了300多點 多多行情 急跌完之後 它就要開始漲了 為什麼 指數相對低檔之聲已經接近了 又來到上升趨勢線 上市達到1060260 這邊是一個不錯的記錄點 因為支撑已經介入了 所以今天台股又來到這個位置 當然是可以站在買方來布局 只是說高點 你有沒有先賣出一些個股而已 高點沒有賣 下來你承受風險會比較多 所以為什麼我之前在跟你提示 操作股票 持股千萬不要多 你如果真的可以做高票 兩三個有夠力賺 不要做了太多檔 做了太多檔 提了300多點你都沒有賣 你所創造出來的問題 絕對比你賺錢的問題 更嚴重很多 這之前提供給你 嚴控持股的一種態度 所以整個操盤的節奏性 希望我們這邊所帶給你的是上漲那一段利潤的掌握 下跌那一段風險的避開 雖然指數三天跌了300多點連跌三天 但你所看到的一個生計股 這一檔終於卻連漲三天 今天還大漲 來到波段新高 224.5 整一個中域的架構 我是如何在高檔區 告訴會員要賣 然後避開這個一個大幅度的回檔修正 這邊才開始做機會 做股票 我講過了 要賺錢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那個大回檔修正要完全避開 真的是比較難 只要任何一檔股票 你都可以避開像中域這樣回檔的一個修正 你都可以散開 那接下來就剩大賺跟小賺而已 你怎麼會受傷 你說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個進出的一個乾淨一樓 我們會呈現會員的酷刑 來給你對市對價 當時候高檔區賣 這邊賺了兩大趟 大概170塊錢 老同學應該很清楚 5月25號的中域 高檔340代你賣 這個時間價位都給你對過了 就賣340 11加29 170 那若帶完一個中域 他開始回檔修正 這過程我什麼時候告訴你可以逢低承接 可以逢低承接 來到9月6號的201 我一張都沒有機會 全國的觀眾 全國會員幫欣賞老師做見證 我們一張都沒有接 所以如果你因為跟錯人 讓你嚴重套勞在不管是中域還其他個股身上 就換個老師嘛 就從這三天啊 台股跌掉了300多點嘛 但選到中域呢 是連場三天啊 選對股票跟對人 你的績效是可以打敗大盤的 但是如果你跟錯人跟錯老師 是讓你嚴重套勞的 換個方向 換個思考的模式 把老師換掉就好了嘛 我們這邊給你一個操作建議叫做340 賣掉這邊都不接 直到來到9月13號嘛 來到185.5 我開始做機會啊 這邊我就開始做承接啊 那時候中域最低點是181.5啊 所以整個中域的架構 就是在高點 從容不破了 下車 終極回檔修正完全避開 185.5stand by me嘛 跟著我 跟著我來操作啊 給你買點不只有一次 9月13號185.5可以買 9月26號 1234567 唯一檔七天只跌的中域 告訴你接下來八天會轉著向上 當天一樣185再度的承接 這時間加尾跟你對過了啊 所以你看到 我們這個操盤的手法 看到一檔股票的未來走勢 有沒有先跟你講清楚 你不要以為這樣很簡單啊 比如說高檔 三買四賣嘛 這邊都不動作 這樣你以為很簡單 事後來看都很簡單 因為可以看圖說故事 告訴你這邊賣 這邊接嘛 但是當下 340的賣點是我帶你賣的 下來都不出手 185的買點是不是我帶你接的 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呢 9月26號上禮拜三嘛 告訴你 7天了 只跌了 接下來會8天轉折向上 所以上禮拜三的中域 185當然要買啊 買了隔天有沒有8天轉折向上 來到195 重點是上禮拜五啊 中域再度的回檔 我告訴會員 188.5可以再低接啊 這我當天的動作啊 而且當天的中域就是收188.5啊 他跌3塊半啊 我一樣告訴你 逢低承接不變 因為他已經在相對低檔了 他已經在相對低檔了 所以我認為不可能 短線這樣就結束了嘛 上禮拜三買在185的耶 難道我要188.5 賺了3塊錢就跑掉嗎 那就太小看我的眼光了嘛 是不是 所以禮拜五的中域 打下來一樣再度低接啊 沒有漲 告訴你一樣可以乘接啊 所以這禮拜 又來到196 禮拜二大盤跌132點 209.5 昨天大盤又跌了55點 終於漲了4.2% 今天大盤又跌了145點 終於創破斷新高 來到224.5 從185到224.5 將近40塊錢的價差 你一買個10張 只有花你185萬 將近40萬的利潤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選對股票跟對老資 你的績效是可以打敗大盤的 沒有錯吧 所以我們這個超盤的節奏性 相當穩健啊 要給你的是 股票的回檔修正的危機 你真的要能完全避開 這邊 340到185 避開了多少 你繼續算嘛 就如同台股嘛 300多點不見了嘛 那高點我們帶你賣一些股票 從這幾天節目當中 你已經看出一切了嘛 所以超盤的架構 建構在你對大盤 看得懂還是看不懂嘛 我經常跟你講嘛 大盤給你這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方向對著策略對著 做股票這個賺錢啊 大盤 你如果不可以看 做股票2、2、2、2而已啦 所以你看到這一檔 生技股的終於 真的是太漂亮了 就在最關鍵性的時刻 上禮拜三啊 很關鍵耶 你自己看一下 當時候他回檔修正的七天 1、2、3、4、5、6、7 當時候我只是把讀刑放大嘛 我要讓你看清楚一點 對不對 當時候啊 回檔修正七天啊 1、2、3、4、5、6、7嘛 這個位置嘛 只跌了嘛 買啊 買了之後 禮拜五再低階 在188.5啊 兩次的買點 你隨便跟上任了一次的 你享受的是 這禮拜開始往上走高啊 對不對 禮拜二 來到209.5 禮拜三呢 又漲了4.2% 你看這三天就好了 大盤每天在跌啊 終於每天在漲啊 從我接完之後 禮拜二大盤跌了132點 終於來到209.5 禮拜三昨天 大盤跌了55點 終於漲了4.2% 今天大盤呢 又跌了145點啊 終於又大漲來到224.5 創下波段新高啊 這樣的一個 有收穫的感覺 如果發生在你身上 你會覺得這個盤 對你來講 成功是越來越接近 為什麼 為什麼大盤三天六三百幾點 你還能選到這種股票啊 啊真的是不簡單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親愛的觀眾 對照一下大盤 大盤再聽一遍 已經來到相對低檔了 這個上升趨勢線 接近了嘛 啊你自己在怕什麼 你會怕是因為你股票全部套牢 又在等解套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在目前台股 回檔了三百多點 如果已經來到相對低檔市場 你的持股出了嚴重問題 或是你剛好有一些資金 可以運用的 歡迎你加入我的行業 對你來講 你現在來找我合作 成本比較低啊 但是這個時候 跌那麼凶 普遍來講 大多數的觀眾一樣光旺 趕快戳在等啊 代表你不夠聰明 你如果是挑剔人 現在來找我最適合啊 因為進場成本比較低啊 但是大多數人 都是一定要等到 大盤上去了 看到漲勢的你才有信心 到時候 你來跟我合作的成本 就會比較高了 希望這句話你可以聽進去 我們今天買進了 另外一檔升級股 叫科研 為什麼要買它 它有兩項明星級的產品 一項是皮下填補劑 它已經取得歐盟上市的許可證 另外一項是關節腔的注射劑 已經取得美國獨家的經銷權了 光是這兩項明星級產品 都剛在歐美上市經銷而已 所以對今年度的科研來講 業期一定是非常良靈 這是基本面的分跡 技術形態五個月大抵 撐得很漂亮 五個月是不是叫轉折 短線來講 八天 剛好回檔八天 它只跌 自己算一下 從高點下來 12345678 八天是不是叫轉折 轉折是不是向上 轉折向上可不可以買 上禮拜三 我看到中域是幾天 七天啊 2467 七天只跌了 所以我七天就買中域啊 買在185啊 那八天是不是轉折向上 那整個科研呢 昨天七天有沒有只跌 沒有啊 所以昨天沒有出手啊 但今天2468 八天 只跌又轉折向上 今天當然可以買啊 長線 叫做五個月 短線叫做八天 都剛好符合費市係數的轉折 所以今天買這一檔科研 11點220分左右 科研 剛才所分析的兩項明星級產品嘛 皮下填補劑取得歐盟上市許可 另外關節槍的注射劑取得 美國獨家經銷權嘛 在76附近分批買進 當時候經過一分鐘 股價75.8 是不是在76 嗯 76買的到嗎 我發完信息之後其實最低 好像有達到75.6 75.5啊 會應該很清楚 所以你自己去掛這個價位 當時候75.8一定買的到 我講過我不會呼嚨你 我也不會欺騙我的觀眾 在最低點這邊畫個圈圈啊 今天最低72.3啊 對 我買完之後最高77.8啊 難道我會在這邊畫個圈圈 然後寫個政治標記買 然後買這邊啊 然後呢 收最高 我不會這樣分析股票 我也不敢這樣做節目 因為會員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買在76 這是買在76 我不會無中生有告訴你 我買在72.3啊 我如果今天硬來買在72.3到77.8 至少賺七八%左右啊 但是這不是我的style 對不對 我的風格 誠信實在是我堅持給你原則 對 分析師 至少要有擔當啊 要敢面對他的會員 要敢面對他的觀眾嘛 所以整個一個科研 我就是買在76啊 會員 你們自己對時對價 我們是不是買在76 買完之後今天衝高 最高77.8 收盤76.9啊 今天台股跌了145點 你跟我買科研 一樣會賺錢 明天看我繼續的賺下去 另外這一檔四季鋼鐵股的 回來禮拜三 上禮拜三啊 9月26號 來到100 我提示你 已經賣掉了 對 我們從70幾塊錢 開始操作四季鋼啊 對 有買點就會有賣點嘛 這是我們帶給會員的操作過程嘛 分析師 要懂得帶會員 賣股票全身而退嘛 9月26號上禮拜三 四季鋼拿到100啊 我提示你 我已經賣掉了嘛 那會提示你就希望 這100塊錢這個位置 不是你去亂追的一個時機點啊 很清楚吧 那整個一個四季鋼 今天跌到幾塊錢 今天跌到82.3耶 100到82.3差了快18塊錢 差了將近兩成啊 那整個四季鋼 今天回檔修正 已經有止跌跡象喔 已經有止跡跡象啊 你從K線收腳止跡你就知道嘛 那又來到一個相對低檔嘛 而且它底下剛好碰到月線了 四季鋼碰到月線這一套支撐了 所以呢今天四季鋼是買點不是賣點 好不好提供給你做參考 昨天有一檔股票來不及跟你分享的 我說這檔股票具有轉機性 本業賺錢轉投資不好 那轉機性的一個架構 又配合著融資餘額 在相對低檔 籌碼很乾淨啦 那它形態昨天剛突破 整理夠久耶 整理夠久的一檔轉機性個股 昨天突破了 往上走高耶 昨天大盤好嗎 不好吧 跌五十幾點嘛 那這檔股票還拉出中長紅 那今天這檔股票面對台股呢 大跌了145點 它又紅了 導播稍微近一點 它又漲了啊 也就是說大盤這兩天跌了200點 這檔股票連續兩天都上漲的 我選給你股票 就是強勢性基油股 你跟我布局激進零風險 試試一下 再來回到節目的現場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巴菲特 巴菲特 陳東同鼓 蔡老師 應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塑膠專線02 27525868 2752-5868 平仙斗星市场 稳定过力 独往独立 成通斗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想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前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攜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 需向海关申报 如未申报 超额部分将由海关没入 若申报不时 也会将超过申报部分没入 如实申报 则会退运超额部分 除了新台币 您还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哦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带新台币限额10万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额攜带请如实申报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这档穆德今天跌了三块半 面对台股今天重挫了145点 我认为他很强 为什么他那么强 因为基本面 从今年度的六月份 我开始操作穆德 他的基本面就每个月 每个月都在创利益新高 没有一个月有例外 选到这种股票 零风险了 至少在这个选股的议题过程 你所看到的是 每月一收都在创利益新高 根据人比较都成长一倍 做股票选股重不重要 什么叫做降低风险 如果一档股票未来基本面 是具有爆发力大度成长的 你纵使买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但是由于基本面的关系 他一样可以让你解套 而且大赚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特别重视 各股的基本面的选择 不是机会股 我不会带会员买 我不会去踩地雷 我也不会去碰投机股 你去碰那些投机股有什么用 投机不成就坠机 你踩到地雷股 本身碎股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这是我不容许 我自己发生的错误 因为那叫做严重错误 你只要错了一次 踩到地雷摸到投机股 可能是整个一个资产化为乌有 会惨不忍睹 所以这档木得的一个架构 从去年度的六月份操作到现在 每个人说都在创历史新高 真的是太漂亮 一档机有股 所以每次的波段操作 老同学 老会员应该很清楚 都是大行情 8月1号500亿我带你卖 光是这两只脚买点 350跟367 创造利润就是200了 8月1号大涨 大涨我喜欢卖股票 因为带领会有那么多的人数 大涨的时候 大家比较容易全身而退 所以8月1号 创新高的木得500亿卖 卖完之后 他最后还冲高到543 留一些给别人家赚 我们要的是 下次低阶的一个位置 当9月18号 来到360 当天接回在365 短套5块钱 但是你已经高点卖了 差了将近150块钱 10张差了150万 可不可以低阶 可不可以低阶 回到前波的起涨位置 350跟367附近 当然可以做接回动作 没有错吧 365接回 接回之后 隔天马上亮灯涨停满396 我又是在一档股票 没有涨停满以前 先带会员 买好离手嘛 这样的分析比较实在嘛 这样比较高 低阶 隔天涨停 20号跌 跌9块钱 我说还会再涨啊 当天当然还可以上车啊 是不是还可以加码 没有错吧 跌的时候告诉你 还会再涨耶 什么时候卖 9月25号啊 400先卖一趟 365到400 35块钱落袋 10张35万嘛 卖完之后 27号 告诉你把握下次买点 代表我会出手接回嘛 跟你做预告之后 隔天就出手了啊 隔天360再度的接回啊 400有卖的嘛 打下来又来到这个支撑位置 360接回 这很简单啊 只是说当下 股票在下 你敢买还是不敢买而已 如果你自己在那边单打独斗 自己在那边看盘 或许你会感觉好像有点便宜 但是你会有点担心是 你的把握的程度 有那么高吗 但如果有我的讯息 拉你一把 那个推你一把的作用力 你就敢低接啊 插就插在这边啊 是不是 所以当天9月28号 杀下来的穆德 360再度的接回啊 又来到这个位置了啊 这不是支撑吗 所以400卖360接回 差了40块钱 成本降低 接回的账数更多啊 扩大战果 因为当天360接回 收盘370 马上赚10块钱 礼拜最低来到358 我说再给你一次 承接的机会 很清楚的分析 只是说当下 他在落 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礼拜三五八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礼拜二361 又是在360附近 再给你一次机会 总共三天 都在360 你一定买得到 我当天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连买三天 有没有 网路上的VCR自己去看啊 总共给你三次机会 礼拜的穆德还跌9块钱 是不是 要不要低接 很好低接啊 都在平盘之下啊 买在相对低档 你所看到的是 礼拜三昨天 穆德就来到385 从360到385 25块钱价差 那穆德今天 回档了3块半 看涨啊 看涨啊 我认为没有那么容易就结束啊 因为已经在相对低档 那目前的量价 属于温和 我认为它有推升的空间啊 被动元件的国具 上礼拜五 来到四五二 我说它的基本面啊 八百元说创历新高 然后第四季的 需求我依然看好 所以当天它破底 以国具的基本面 我认为具有破底番的基本面啊 所以呢 我当天事物买进买回 上礼拜五的国具 破底哦 事物买进买回啊 因为它基本面很棒 只是说接下来我要看融资的变化 如果融资余额 它可以持续性的递减 那就具有破断的空间 但如果融资源呢 没什么变化 那就是价差操作 知道吗 听不懂 跟着讯息一起来动作啊 那到今天国具 最低四四六 再度的破底嘛 那还好是国具昨天融资减少了 226张啊 所以我的看法不变 只要融资持续的递减 波段的操作就存在 但是还是那一句话 如果融资没什么变化 价差操作啦 华星科也是一样 上礼拜我打到205.5 这种基本面具有破底番的实力 那今天华星科呢 看法不变啊 昨天的一个华星科 融资减少317张啊 所以整个一个华星科 今天高速会员11点36分 昨天融资大减 空手者趁今天跌哦 你看我等了蛮久的一段时间 对等到他回到平盘之下 我才出手 203.5附近买啊 当初交易在202.5啊 所以会员大概都成交在203啊 那收盘呢就在203啊 所以整个一个被动原件架构 基本面当然不是问题 主要的在筹码面融资的变化 决定到底我要带会员 价差还是波段操作 那至于环球金 我们高点有卖吗 是不是 以巴尔卖在338 那昨天的一个环球金呢 回档修正312.5 可不可以低接 昨天有给你提示过 当他拉回测试 测试前波低档 我要看他量价结构 决定是否接回 今天的环球金肯定的告诉你 虽然跌 但是跌幅已经缩小 我会接回 你想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呢 我会你自己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意比赛 精彩运通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素材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都同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同顾拥有股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